在亚洲的阿拉伯半岛东部,有这样一个国家,由七个不同的酋长国组成,人口930万,面积83600平方公里,本地居民为阿拉伯人。 大多信奉伊斯兰教,这个国家就是以产油著称的西亚沙漠国家阿联酋。阿联酋全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,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,北宾波斯湾,西北与卡达威林,西河南与沙乌地阿拉伯交界,由阿布扎比、迪拜、沙迦、阿振曼、乌姆盖万、拉斯海马和富吉拉七个酋长国组成。 整个阿联酋的面积上,跟我国的宁夏省差不多大。由于是分权制,每个酋长国都是独立治理,所以造成七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各不相同。 其中,阿布扎比和迪拜两个国家闻名于世界。当地百姓富得流油,剩下五个默默无闻。毫无存在感。 今天,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阿联酋的七个酋长国。 一、阿布扎比。阿布扎比是阿联酋的首都,也是七个国家中面积最大的。 大概拥有80%的土地。 整个阿联酋90%的石油储备,都在阿布扎比。 因此,阿布扎比是七国中最富裕的。 人均GDP,超过十万美元。 因此,阿布扎比的是真正的土豪国家。 二、迪拜。 相对阿布扎比。 迪拜应该是七国当中,在世界上名声最大的。 虽然迪拜也产石油。 但迪拜人不会坐吃山空。 经济上早就摆脱了靠天吃饭。 如今的迪拜,已经成为了中东的转运战。 闻名于世的发达地区。 是七国当中最独立也最努力。 最有远见。 最会营销。 最会制造爆点的国家。 三、沙迦。 除了阿布扎比和迪拜。 阿联酋稍微还有点名气的就属沙迦了。 而沙迦的知名度,也只是因为地理上离迪拜很近。 很多旅行社借此把游客带到沙迦去。 占一点迪拜的旅游资源。 虽然沙迦有好的港口。 好的地理位置。 但不思辨。 四、阿基曼。 阿基曼的面积很小。 靠海。 可以很小众的找个酒店度个价。 酒店比迪拜便宜了不知道多少。 物价也相对低一点。 五乌亩盖万。 除了酒庄就没有别的特色了。 又拉丝海马。 又想法。 准备崛起。 欺负基拉。 完全没啥想法。 总的来讲。 阿联球七个小国的经济发展,可以用冰与火来形容。 阿布扎比和迪拜都负得流油。 人均十万美元起。 遍地是土豪。 剩下五个小国,只能喝点菜汤。 人均甚至不足阿布扎比和迪拜的六分之一。 没有石油。 没有游客。 更没有思辨的想法。 图文来自网路。 如有侵权。 请联络删除。